各位学员大家好 我是高焕糖高老师 再度感谢您来到我的课堂上 现在我们要继续的探讨我们的主题 就是我们要基于既有的 或是别人的通用性接口 来做组合的应用 然后来组合出一个美好的架构 来促进我们的手机 Android电视机等等的 这种多机整合多频互动的一个应用 的一个架构设计 那我们在上一回合当中 已经帮你介绍过我们的三个 要使用的 我们将会使用到的这三个通用性接口 接下来呢 我们就进入我们的 范例的设计咯 首先呢 我们将说明在iPhone手机端 那么我们跑的是浏览器 就是跑的是浏览器 那么我们就会采用 采用或是运用 这一个IJT的 Serverlet通用性接口 来跟这个iPhone手机的浏览器 来做对接 好,那我这个小单元呢 就来说明 这一个对接的一个情况 以及代码的写法 OK 好,现在我们就来说明这个 应用范例的架构设计咯 那我们就是 手段 车类 就是运用三个 既有的通用性接口 来做组合 做串接 那么在iPhone手机端的规划呢 我们就是为了 让各种的移动终端 都能够来访问 这个Android的电视 所以就 不刻意去开发 这一个iPhone的客户端的AP 而是采用这个传统的 也就是最一般性的浏览器 来作为这个手机客户端的软件咯 所以这里就是 跑的是浏览器 那这个是iPhone的这个手机 透过互联网 来访问Android的电视机 那么在这个iPhone手机上面 我们是 在这一个用户呢 的手机上网 这一个连线之后 那么手机呢 这个浏览器就会出现这个画面 这个画面呢 意思就是 红色的代表的是 把主灯 这一个 关闭 那这一个是 把这一个会议厅的主灯 把它打开 那这个是我说明了 就是在这一个 2012年9月份 我在秦皇岛 给市长使用的一个简单的 一个网页的画面 就只有两个按钮 那这一个事先 我就把这一个按钮呢 按下红色的 把这个主灯呢 把它关闭 然后呢 让市长呢 可以按下 蓝色的灯 他就把这一个 大会议厅的主灯 打亮 给把电视墙打开咯 好 为了出现 这样的一个网页 就是手机 在上网的时候 手机一连上网 啊 访问了 连到这个 Android电视的网址 之后呢 马上 就会出现 这样的一个网页 那这个网页呢 就称为 叫做手页 啊 啊 叫做 啊 这个 front page 手页呢 手页的名字呢 大家都知道 叫做 index.html 那这个是 放在这一个 电视机上面 给任何一个人 透过他的浏览器 上来 访问我们的网址 那第一个看到的网页 就是 index.html 那这个网页呢 我里头呢 就放的 其实就是两个图像 一个是红色的图像 一个是 蓝色的图像 这就放的只是这两个 这是红色的图像 蓝色的图像 ok 好 那这个画面 就会出现 这两个图像 那么 如果说 这个 按下了这一个 红色的图 的按钮 那么它就会 啊 送出 这个 啊 这个 command 1 这样子的 一个信息呢 它会从浏览器 传送到这个服务器 啊 传送到服务器 这个时候 我们的电视机 这边就会知道了 它按的是这个 红色的按钮 好 总是要能够接嘛 能够接 进来要处理啊 啊 它按了红色按钮 那 怎么样子 要去把这个灯 把它关闭啦 还有 按这个蓝色的按钮 我们就必须把主灯 打开 那这个整个过程呢 就是合序的动作咯 所以我们 就 要来 设计 Android这一边 来 衔接iPhone 手机 所以我们要提供一个 通用性的接口 叫做 Servorate 来 让iPhone的手机 能够来 调用 也就是提供一个 通用性的接口 来跟iPhone手机的浏览器 做对接 做对接 那 这一个 虽然iPhone 跟Android的电视 是 两个不同的平台 而且互相竞争的平台 它都是各自发展的 那么我们 只要用 EIT造型来实现 通用性接口 就可以把它整合起来了 所以呢 我们在这里 要有一个EIT 然后由这个E 来提供接口 跟它做对接 然后呢 透过这个I 我们可以写我们的T 再透这个T 来跟Android的AP 来做对接 基本上 就是这样的一个构想 再说明一遍 就是说 它 这个两个Android的平台 跟iPhone的平台 是 独立发展的 那么 两边都已经存在的 那我们怎么让它合起来呢 其中 一个基本的出发点 就是放一个EIT 然后 让E跟浏览器对接 让T跟这个Android App对接 那我们 就可以 透过这个I 有没有 我们就可以把E跟T 把它合起来 把它合起来 OK 那这样就可以 把它组合起来咯 把它组合起来 因此呢 这里头 我们就可以理解到 这个E 提供通用性接口 所以E 提供通用性接口 来跟它对接 那这个E 就是提供Servorate 这个接口 来跟它对接 T呢 就跟App 来做对接 然后呢 E 再透过I 跟T把它接起来 就这么简单 OK 所以呢 在这里就 把它设计一个E&I 再写一个T 所以呢 浏览器 就跟E 对接 然后呢 这个T 跟 App对接 然后呢 E 又透过I 来 跟这个 T对接 来T对接 那这样就接起来咯 所以呢 现在我们就 享用 原来既有的 这个E&I 提供通用性的接口给它 所以呢 我们就选择了IJT的框架 选择了IJT框架 OK 那IJT呢 这就是一个澳洲的一个公司写的一个软件 那这个软件呢 就是以IJT是以Android的应用程序的形式来 这个把它安装到这个Android的平台里头 那这一个它就可以透过这个Android的API API就是例如我们刚刚上一回合所介绍的contact接口 就可以透过这个contact接口来跟APP沟通 所以我们在IJT里头呢 所以我们在IJT里头呢 我们就可以来写T 来写T 就是写这个T 然后我们再透过Android的 我们将会采用的contact跟IMI的这个接口 来跟本地的APP对接跟沟通 所以呢我们在IJT里头呢 我们写T 然后来透过Android的API 就是contact 或者IMI的 来跟其他的APP来互通 来分享数据 例如呢 在家庭里头呢 可以加入一个IJT 在这里 电视机 放一个IJT OK 那么浏览器呢 就可以跟它对接 Servite在跟它对接 那么 这里头我们就写的是HTML 那透过手机的浏览器 就可以解析HTML 就可以互动了 好 那我们就来看看 这个IJT到底提供了什么接口 所以有了IJT的框架 这里摆着IJT框架 之后 它就里头就提供了这样的一个基类 叫做Generic Servite 那么它实现了一个通用型的接口 实现了通用型的接口 所以呢 这一个手机呢 浏览器呢 就是这一个手机的浏览器 就可以 来跟这个Servite TocoServite的这个接口 来调用 这个IJT的Dougat 这个我们自己的I 然后呢 我们在这里 来实现 这个Dougat的函数 就来调用本地的APP 调用本地的APP 啊 所以 在这个位置 在这个位置 提供的 应用IJT框架的 这一个通用性接口 就是整个 包括这个 它是一个标准型的通用性接口 一个 通用性的基类 可以支持了 实现了一个 对Ki的一个通用性接口 也实现了 对子类 对T的接口 啊 对T的接口 OK 那这个就是一个标准型的 一个通用性接口的 模式 那么 它只是在加了一个子类 让T 可以 享受更多 这边的 一些默认的 啊 迹象的函数而已 OK 那 在这里 就是提供了 这 通用性的接口 来跟 这个 浏览器做对接 所以 IJT 提供了Server的 通用性接口 来跟iPhone手机的浏览器对接 啊 就已经 可以 我们 第一步骤 就把它接起来了 在 IJT里头呢 它会 来调用 这一个 Server Service 这个函数 它就转了调用 DoGet DoPost 这个接口 再经由T 来使用 Contact的接口 这个T呢 再来 使用 本地的接口 就是Contact的接口 啊 来 跟本地的APP 沟通 啊 然后 来 启动这个Service 启动APP里头的Service 再来 取得呢 这个APP的iMind 另外一个通用性接口 因此呢 就可以实现了 这个 跟 Zigbee APP 还有 还有 这一个 硬件驱动 来互相通信 来控制 Zigbee的硬件 来发射信号 给这个 墙壁上 的开关 因此就 把这个 啊 电视机 啊 的所过程的 电视墙 把它打开了 也把 飞翼厅的主灯 主灯呢 把它打开了 那我们现在 就来看看 这一个ServiceLate的代码 怎么写 也就是 现在要看 这个T怎么写了 现在就是要写 这个T咯 所以这个T的名字呢 就是 MyTVServiceLate 啊 那这个ServiceLate呢 第一个动作 因为 他这里的ServiceLate呢 有一个任务 啊 他是要来实现 这两个函数 啊 所以第一个动作呢 因为是他是他的子类 所以他来写 这两个的实现代码 好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他的实现代码写在哪里 所以第一个呢 啊 他 首先 call一个Initiate 啊 call一个Initiate 啊 这是 在callDoGet之前 他会 在调用他的Initiate 所以事实上 他要实现三个函数 一个叫Initiate 一个叫DoGet 一个DoPost OK 好 那么现在 他就实现了 第一个函数 叫Initiate 然后呢 第二个函数 就是 啊 DoGet 另外一个函数呢 叫做DoPost 啊 叫DoPost 好 那就是说 在这一个 啊 啊 设备的启动的时候 他就 IJT 就会来调用 这个Initiate Init 这个函数 然后呢 Client有 啊 这个信息进来 他会来调用 DoGet DoPost OK 所以呢 那这里就 啊 很准确的 实现的 啊 这个DoPost 还有 DoGet 还有 Initiate Init 这个函数 OK 好 那么在这个Initiate的 过程当中 好 那么他就另外一个任务 我这边再收名一下 好 再帮你收名一下 这个写T的时候 有 这一个 啊 两个任务 一个任务是支援 这个G类 那么G类呢 里头呢 有一个叫做Init的函数 还有一个DoGet DoPost 所以 写T的时候 最重要的任务 就是要去实现 Init 实现DoGet 实现DoPost 这三个函数 OK 我们再看一遍 所以 写的这一个 MyTV Servalette 那么 Ettain的HTTP Servalette 这里就表现在这里 就是 这一个的关系 啊 这一个的关系 啊 他来 扣充这个HTTP Servalette 所以 就表现在这里 啊 MyTV Servalette 啊 Ettain的HTTP Servalette 然后呢 就来实现 Init的函数 啊 Init的函数 OK 接下来 再来实现 DoGet的函数 啊 实现 DoGet的函数 OK 好 然后 实现完毕之后 还要再实现 DoPost 那这里头是 没写任何东西 只是 在这边 啊 是空的 没有做任何事情 啊 所以总共 实现了三个函数 实现了三个函数 至于细节呢 我们现在要来说明了 那么 第二个动作 啊 他 这个衔接 从階段过来的信息 那么 他还有一个任务 要负责跟 本地的APP 做沟通 啊 本地的APP 做沟通 所以他会应用 啊 本地的 这里T 使用本地的contact 而且使用本地的IMID的接口 好 我们来看一下 他在哪里使用到 这一个APP的接口 啊 在这里 在这里 首先呢 他要取得 Android Contact 啊 那这个是contact的接口 contact 所以他要取得 Contact的接口 这一行代码 就是取得 Contact的接口 那取得了Contact的接口 之后 就可以透过这个接口 来 啊 取得Android平台的 很多很多information 那我们也已经说过了 Contact来讲 在Android的平台上 是既有 刺席太后 的这样的一个 至高无上的 亿者权利的 它是一个 非常既有权利性 有既有这个 权利性的 一个接口 所以你 掌握的 Android Contact 就是这个Contact的接口 那么 你就可以来 start service咯 可以 Bind service咯 可以 start activity咯 可以把每个 某一个 AP 启动 可以把某一个 service启动咯 这是一个在Android里头呢 算是非常高度的 权利的象征咯 所以 他就 在写 init的时候 首先取得Contact 然后呢 就调用start service Bind service 这个部分呢 就是在做这个的沟通 在做这个部分 的沟通 OK 他先取得本地的Contact 其实他是跟Android 框架要的 他跟Android框架 来要Contact 透过Contact 来启动 本地里头的Service 本地里头的Service 然后 再透过本地的Service 再来取得本地的IMI的JCO 再来跟 这个 驱动 来做通信 OK 至于怎么跟驱动通信 那个是在下个回合要谈的 那这个回合呢 只是说明了 在Init的时候 要 这一个 先取得Contact 然后呢 把AP的服务 把它启动 再来做绑定的任务 绑定了之后呢 当 浏览器 有兴起进来的时候 他就会来 调用Dougat 那调用Dougat 做什么呢 因为 这个时候呢 就表示 这一个 浏览器 有被按按键 所以当市长 按了这一个 主灯 按了这个蓝色的按钮 他就 会传送 这个V comment 等E过来啦 刚刚再看一下 再回忆一下 刚刚的这一个 市长的浏览器上面 上面 刚一访问 这个网页 他浏览器上面 就 在 执行这个网页咯 这个网页呢 按红色按钮 传送的是1 按绿色按钮 蓝色按钮 传送的是0 所以这边 他就会传送到Dougat过来了 这边按下去之后 Dougat这边 就收到 这一个信息咯 Dougat这边就收到信息 那么如果你是 按的是红色的按钮 他传的是1 按的是蓝色的按钮 他传的是0 传的是0 不是 传送的 这一个 传送的按钮是1 那么这个就是 按下的 这一个 蓝色的按钮 传送的是1 所以呢 我们就 在这一个 server上面 在serverlet就可以接到了 我意思再重说一遍 就是说 这一个 手机的浏览器 那么现在在执行的是 index.html 这个 首页 那在首页里头呢 如果user呢 按下了 这一个 蓝色的按钮 他就会 来调用Dougat 他会把这个信息 这个参数传过来 传的是1 那我们就 再问 你如果传过来的参数是1 那么我就 把这个 把这个电源呢 把这个 打开 所以灯就亮起来的 那这个plus 的部分 就是 他会 来跟这个 AP 来做沟通 就是刚刚 取得的service 啦 取得的minder 那我们 待会你就可以看得到 这个取得minder之后 他会 传回来 这个以前都说明过了 他会把这个 i-minder的接口 传回来 传回来iv接口 就传回来这个i-minder的接口 再说明一遍 就说 当他在 执行unit的时候 就会取得android的contact 透过android的contact 去start service 去bind service 在minder service 是透过contact bind service 他会把另外一个接口 通用性接口 叫iv接口 把它传回来 把它传回来 那这个就是透过i-minder的接口 iv接口呢 去关闭 这个 去打开 这个 开关的 所以这个时候 就会 再准备一个网页 去更新 这个手机上 的这个画面 所以呢 如果呢 他按的是 蓝色的按钮 就会显示出 一段的信息说 这个电源 已经开了 那如果按的是 红色的按钮 他就会显现出来 啊 一个信息说 他的 这个 啊 电源 关闭了 那 这个时候 他的画面 就换的是这个网页 那这个网页 如果再按一个 返回 他就会再 出现我们的所谓 啊 再可以 再进一步的 去按这个按钮 OK 那这个过程 就是这样而已 那就 Dougat呢 进来 那我们就依照他 所选择 那呈现一个 新的网页 啊 那网页当中 还可以再 返回到所谓 啊 这是一个最基本的 一个 啊 Serverlet的写法 那么 在这个 myproxy这个类当中 他就用到的iv 接口 有没有看出来 啊 是用到的iv接口 好 至于这个详细的代码 我在这里就 啊 不太讲解了 我只是告诉你 在这里用的是iv接口 啊 iv接口 那这个部分就是接这里 就是 他透过这个iv接口 是setledstatus 啊 所以透过这里 是setled 这个灯的status 有没有 然后 他是透过这个 跨境层的iv接口 这个我在 这个课程的前面 讲了很多了 所以呢 我现在在这里 就不再说明了 啊 我想 我们未来呢 只要谈到iv接口 我想大家都应该蛮熟悉的了 ok 所以这个时候 那我们 就可以实现了目标了 然后在iphone 手机上 呈现这个浏览器 呈现这个浏览器上面呈现两个按钮 啊 这就是我们的首页 那按下了按钮之后呢 他就会来 这个 啊 调用 do get 然后我们就换一个新的 网页给他 网页就说明了 现在的状态是什么 然后呢 也提供两个 一个按钮 可以让他返回 ok 让他返回 再重新的出现这个画面 因此呢 这个浏览器 就可以透过这个serverlet的接口 来调用到do get 然后do get呢 再透过contact的接口 就do get呢 透过这一个contact的接口 把service启动 把service启动 那service启动之后 他会自动的传回来IMI的接口 再透过IMI的接口呢 去把这个 啊 这个 主灯 把它打开 主灯把它打开 啊 然后 他透过contact的去 啊 启动 start service 去调用contact里头的 start service 这个函数 啊 来 把start的 把service启动 service启动的时候 然后 那么他就会送回来 IMI的 另外一个 啊 这个通用性的接口 再透过IMI的接口呢 来跟 我们的 Gigbee的APP 来通信 也就是Android的APP 那 这个APP 再来透过 Gigbee硬件的驱动 再来控制 硬件的设备 发射这个 Gigbee的信号 给墙壁上 的这个开关 啊 然后就把主灯打亮 把电视墙打开了 OK 好 那我们就 这一个回合呢 先帮你说明了 在这一个iPhone手机 跟这个IJT之间的对接 以及 它的 这一个代码的写法 再从代码当中 可以让你更深刻的 认识到 这一个 通用性的接口 那 基于EIT的造型 其实呢 大家 很容易的 可以来做 多基整合 多品浮动的 这个架构设计 而且呢 很容易的 引导你 去 找到 现有的 别人的 既有的 通用性的接口 来很顺畅的 很容易的 把它组合起来 啊 实现了 多基整合 多品浮动 的一个 原来 看起来是蛮复杂的系统 其实呢 你会发现 用这样的一个设计 其实 是非常简单的 这也是EIT造型的 一个神奇的效果 好 我们就先休息一下咯 谢谢